我们这个行业,无论你是做Sales,或者你是做Management 我们是能够针对人类的六个Basic Human Needs 第一个Basic Human Needs,就叫做Certainty,或者Comfort 如果你坐在这里,你担心屋顶有一条柱跌下来的话 我看怕你都不会听到我和Samuel他们说些什么 因为你担心,真的可能有一条柱跌下来 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会有一条柱跌下来 这里是Convention Center 香港是Quality Assure的,没理由有一条柱跌下来 那就Certainty 香港这个行业,刚才Samuel说过 你如果是努力去做的话,是一定有result 你问一下你AIA的同事 通常要见多少个客人才有一个买 我初初入行的时候,我就说 我想都要见十五、二十个,原来不用 初初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可能都要见十个 有多少人同意,今天是不用见十个 就算你完全不懂他 不用见十个人也有一个人买的 有多少人同意 看一看,转转看一看 其实如果那些人更努力 根本不用十个 可能有些人有七个有一个,五个有一个 有些前排的可能是 三个有一个,两个有一个,或者一个有两个 那些人都不出奇 他们不是很努力 他们可能投入了六、七十个 一个行业有百多个 的能力回报给他 而AIA是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给到肯定,肯定 和我们的支持 而我们这个行业 还有一些确认就是我们是超级大公司 这间公司 我相信未来的一百年都会在 我们这个行业 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我们这个行业 是会在 这是确认的 同意吗? 而且你做到实有良出给你的 对吗? 而且他刚才所说,每年你做同样的东西 都已经是一个 10、15%的增长,是因为有一个 renewal formula 这个我不再详细说,但是第一个 basic human need,我们是要求有确认的 有多少人觉得 你要安全感,security 买保险,或者你儿子去外国读书 你是要有这样的钱存在 他才能读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吃 鱼翅的话,看来有一天你都想 吃那些不是鱼翅的鱼翅 或者是吃青菜咸鱼 为什么呢?我们需要 variety 我们需要多姿多彩 我来到AIA,第一个感觉 就以为去了TVB 不是吗?我们是 agency admin agency training 的同事,他们很聪明 他们吹弹打仗也可以 又可以,真是很聪明 跳舞也可以,唱歌也可以 但是我们除了有那类 variety 我们见到的客人 正如Samuel所说,凌凌种种 什么行业人都有 如果你懂得接触他们和他们学习 我们有无数多姿多彩 而且你可以有选择,选择是什么呢? 你可以选择早上见他 下午见他,晚上见他,或者索性不见他 有些人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见他 如果我做大堂的酒店大堂经理 就不行了 你多讨厌那个人,他进来和你 check in 他发烂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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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但如果你有勤力的话,绝对available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三个条件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significance 我们说this is the moment 我们在说the moment of certainty the moment of variety the moment of significance 在AIA是唯一一间在本港的公司 或者在东南的公司 我们是放这么多资源去支持我们的营业队伍 在座,我们AIA的同事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想看到你类于一般的掌声 是给我们后勤的同事 给林先生 自从林先生来到AIA的 九年半到十年的时间 我相信他带来了无限的支持 制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 来支持我们前线的队伍 我看着AIA是由 两三千人,三四千人 变到我们现在有八九千人 如果算你们今天全部都加入 看快好不好就有一万人 有些人举手报名 现在都可以举 被重视的感觉 我们在宏馆,我们在各方面的地方 是认同我们今天 做得好成绩的人 无论是MDRT 或者是考到CFP 我们今天下午 This is the moment 就是我们一个 中年的Award seminar 今早同样有这么多人 有几百人上台领帐 我们不只是说income 一会我会说到我们这个学业 除了说result之外 我们是在说我们有没有能力 我们在说我们有没有 enjoyment 你看到Samuel 走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做什么 我也会觉得他有型 你看他 你看他一身的衣着 用光换发 自己的自信心 这些是自己给自己的一种significance 是自己能够有机会重视自己 我们今天就讲 This is the moment 你看到上面 你选了一个对你用的字 The moment of enjoyment The moment of appreciation The moment of compassion The moment of cheerfulness 你选了一个对你用的字 或者你选了四五个 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正的一面 亦都有不正的一面 如果你focus on 最糟糕的东西 最难堪的东西 It's the moment of shit 是不是 但是你focus on 最漂亮的话 It's all here 我在这个行业 我除了是自己做social management的时间 我做得到之外 我今天公司给了一个这样的工作崗位 我非常之grateful 我非常之感恩 因为我能够影响 整万个前线的同事 他们一人如果有三四百个客人的话 我影响几百万人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The moment of fulfillment 第四件事 我们这个行业是说 Love and connection 我入行的时候 给一个project 100 我写我也写不到三十个名字 你写到多少 我今天认识的人 是99.9% 我当日都不认识的 我走出街 很多人认识我的 如果我说不出你的名字 就sorry 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八九千人 加起来 就是在行业那些 通常我说Hello 我就是不记得你的名字 如果我记得你的名字 我还会说Tony Chris 但是 It's all about love and connect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不能够很详细去解释 因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在那个quick start 里面 是还可以说 接着我还想说 这个行业是说growth 有什么有大的satisfaction 是大得你见到你身边最重要的人 是不停成长 我刚刚和我儿子去外国上学 This is 一个最大的enjoyment and fulfillment 而第六件事 我就是说contribution 刚才说过 任何东西 你见到的东西都是insurance 这个字眼 这个房间里面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是什么呢 是oxygen 但是这个房间 如果特别里面 没有了oxygen 没有了冷气 你也会辛苦 没有了oxygen 就不能够生活 社会的insurance 就是等于这个房间里面的oxygen 没有了insurance 社会里面 有很多人根本生活不了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 是能够迎合 人类的六个basic humanist 我做起来的话 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感觉非常之感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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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